采菊东临下,悠然见南山 大家好,欢迎关注南山红秀 现在的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 生活中的压力也是日趋的增大 好多人的身体是长期的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 我们会经常的感觉到头痛、头晕、身体乏力等现象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毛病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 如果是长期的处于快节奏的生活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心情 虽然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 你比如说是月薪不规律、立下不正常等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种植物 用这种植物来泡水喝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前几天我路过的时候发现的一块植物 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是它的叶子 你看上面的叶子呢已经被小虫吃掉了 这是它的肝 它的肝呢是一节一节的 在它的接口中呢像人体的一个关节一样 就显得特别的大 比较通物 在我们这里啊 用我们的土话说 就叫它牛不老个 其实它的学名是叫牛西 因为这几颗野生的牛西啊 它是生长在这个杂草中 所以说就显得特别的鲜瘦 你看它的根性呢是很发达的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要的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要的还是它的根 它的根部呢 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这个也是 看是不是有点像人心呢 好了 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蓝山红秀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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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